新年乾隆 我畢業三年 加入了整件商公司當工程師 我平時要介紹查查看 關於安全環保質量和系統 做這些事就是為了 令到工作可以順利和有效地運行 其實做一個大人建設 起碼要兩三年 打風下雨的日子還未變得到 現在就算好了 沒那麼大雨 如果大雨的時候 我們也有很多東西要去收拾 其實很效一位工程師的應變能力是挺強的 你不可以整個工人停在這裡不做事 你可以安排到如何有效地運用每一樣東西 令到每個工程都繼續運行 這是一個很有樂趣的步驟 其實在地盤上也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能夠安排好每一個工序 其實是一個很有大成功感和很有趣 其實這個項目是一個雨水轉運計劃 主要是做兩條隧道 還有六個樹井 你看到今天可能沒有天下雨 可能做地盤其實要日曬月臨 在一個環境其實不太好的地方去做事 其實是辛苦的 但是想起現在我們做操作 這一行 可以看到一件事是由舞去起到有 可以享受它的過程 做到它的要求 可以改善到社會生活的質素的話 這些辛苦其實對比起成功感來說 其實不算是甚麼 未畢業之前就已經打算進入 控制塔這一行 為甚麼呢 覺得每個同學都說可以做操作 進入到控制塔這一行的話 競爭就很大 所以就會想著去選擇控制塔這一行 就是沒有甚麼人肯去做 沒有甚麼人肯捱苦去做這件事 我自己覺得自己是OK的 其實在這一行很多大型的承認商 都會提供一個 skimming 的訓練給大家 有一個地盤的經驗 以及設計上面的經驗 所以不用怕他 考不到牌 或者被控制塔或政府那邊的 畢業生會比較有信息一點 我本 notebook 大概寫了三年 之前在地盤有的 experience 都能夠滿足到它的 objective 而現在加上 在一個設計辦公室裡面 都可以接觸到不同的設計 experience 以及做一些 tender 測試的 objective 對考牌的都很有幫助 差不多接近可以去考牌 每一個 stage 裡面 都會有不同的難題 或者有些位置要去協調 是 within target 的時間 金錢 還有沒有意外的 安全環保全部都足足了 就是完成了一個 mission 你會覺得那個感覺很好 就像你打遊戲機一樣 你完成了一關 你會覺得很棒 就是 exactly 這種感覺 我一畢業就加入整件箱 我們考了牌之後就是 project engineer 直至到這個九年 我就升到這個 APME 的位置 其實我負責這些工程師的小隊 首先我們會做一個 overall planning 基於這個 planning 我們就要找一些適合的 resources 機械 一些設計 去負責施工 其他方面 好像安全環保 這些質量控制 我們都會負責的 這十年裡面 我就參與了五個大型機件 有些三年 有些兩年 有些一年 我們要由一個平地開始做到 整個機件起上來 所以當中的投入感就很大 對著一個地盤 有很多心機化了下去 有很多時間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成功感 每天早上回到公司 我就會先回寫字樓 有些 paper work 還有一些會要開 之後我就會出地盤 我喜歡走上來 所以做了這個工程之後 我就收了七磅 這個就是我負責的一個鐵路的工程 這個工程就包括了一個 15米直徑 還有76米深的樹井 我們就做了一個鋼結構 支撐我們這個臨時的平台 讓我們有多些空間 把握需要的機器 和安全的設施 每一個工程進行之前 我都要負責策劃這些設施 令到我們的工程 可以在安全和順利底下進行 我們遇到的挑戰 例如我們會遇到不同的石質 這些都是設計圖上沒有告訴我們 而我們是需要我們的經驗 和我們的方法去解決這些困難 我們成建商 除了要跟著陶則去施工之外 我們還會想一些創新的方法 令到我們的施工不斷進步 很多人覺得在成建商裏面做 就會很難考牌 其實這一點我就不太認同 譬如好像我自己本身的經驗 我在地盤實戰的經驗 就涉及到有施工 安全 環保 還有設計 正正就是這些經驗 就令到我可以考到工程師的資格 Site Experience 要時間去累積 最好就是一個Junior的時候 去學 因為這個時候 最多人會願意去教你 這是一個黃金的機會 去累積一些經驗 沒有一本書 是可以教得到你 如何去管理地盤 因為每一個地盤的設計 和環境都是不同的 工程師的責任 就是去解決問題 而在地盤裏面 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挑戰 和問題等你去解決 所以在成建商裏面工作 並不黑板 而你要每一天 去用你的腦筋 去主動去學 主動去問 那你就可以累積到經驗了 其實這個計劃主要就是在黃埔站 做一個地鐵站 主要裡面就分開我們有東站 西站和一條隧道 連同我們的通風系統 就會整個計劃的scope 其實在一個以發展區域裡面工作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性 所以其實成建商在施工的過程上 其實我們都要想得細緻一點 希望其他人容易明白 以及接受在工程上 對一帶環境的影響 其實一個APM 其實在不同的工作 或者不同的項目裡面 都有特定自己發揮的空間 以往覺得好像 帶隊去到外面做好的工程 或者安排你相關的機械 工人就已經可以了 其實現在很多時候是人與人的協調 我們上次去到一些部門的主管 政府部門的高官 或者去到立法局議員 甚至去到我們最前線的工人 我們都是要去理解 究竟他背後的想法需要 從而制定我們究竟的施工整個整體計劃 我們在contractors裡面 可能會甚至接觸到一些關於什麼呢 finance 或者 legal 的一些專家 在過程上 我們都會對自己的一些事業的發展 有多些元素的想法 其實我大概畢業十年的時間 其實畢業的時間 其實我也有去嘗試過政府的工作 以及在consulting的工作 但是其實在過程上 反而了解了多些關於contractor的工作性質 其實成建商在這個項目裡面的角色 除了負責跟蹤consulting的圖則去施工之外 其實還要去認識 究竟設計上有沒有什麼漏洞 或者有沒有什麼缺失的地方 我們要主動提出 從而我們甚至要將一些很具體的 proposal 交給我們的client、consulting再去考慮 其實是否有所謂上下加的說法 我們的態度都是覺得是一個partoring的形式 其實工程會有高峰和低潮的時候 其實近年來或者是未來的日子 其實看來在我們的工程學業裡面 都有很多發揮的機會 一個城市就不斷地有它的生機 它去到某個階段 其實就要有新的一些發展 其實展望香港將來就會有些新的地段 可能會建立一些新的市場 對於建造業是一些很新的機遇 而你見到現在我們很多的調工程 鐵路工程、隧道工程 其實對於將來 其實我們還會有很大型的保養工程 其實要把握到這個時機 我相信對於將來的整個前頭和發展 其實有很大的幫助